这些行为说明了 狗狗正在跟你道歉 当狗狗做错事情后 他们会用各种方式向主人道歉 一 露出肚子 一些狗狗在挨骂时会露出肚子 向主人示弱 希望得到安抚 他们的表情和姿势 表明他们希望主人原谅自己的过错 如果你摸了他们的肚子 他们会认为你已经原谅了他们 二 飞机耳和眼神躲闪 当你回家时 发现狗狗没有热情地扑向你 眼神躲闪 并且耳朵像飞机一样树立起来 那很可能是他犯错了 并试图向你道歉 他们知道自己做错事了 预感到即将受到责备 三 不敢炫饭 一些狗狗在犯错后会变得紧张 食欲会下降 不敢在主人面前炫饭 他们明白自己的错误 并通过不敢进食来表达对主人的歉意 四 快速回到狗窝 某些狗狗在犯错后 会悄悄地回到他们的狗窝 他们把狗窝当作安全的避难所 在里面暗中观察你 等待你的怒火平息后才赶出来 这是他们向你道歉的方式 五 打哈欠 当你的狗狗犯错时 你抓了个线 他们可能会因为害怕和紧张 而连续打哈欠 不要误以为他们是困了 他们这是在试图通过打哈欠 来缓解压力 并向你表示歉意 六 抬起爪子并握手 有些狗狗在犯错后 会小心翼翼地抬起爪子 试图与你握手来表示和解 只要你握住他们的爪子 他们会认为你已经原谅了他们的过错 七 送上玩具 一些狗狗在犯错后 会拿来他们最喜欢的玩具 试图讨好主人 他们明白自己的错误 并希望主人能够原谅他们 你家的狗狗在犯错后 是怎样的表现呢